我包准你眼珠子都得掉下来 这星球的外星蘑菇美得不像话 就在刚刚 SG1穿梭到了个神奇星球 到处都是白嫩嫩的蘑菇 还有个巨无霸蘑菇躺地上了 杰克逊激动地赶紧拍照留念 蘑菇上留着绿油油的粘液 卡特立马上前取样 科学探索不能停 几人继续往星球深处探险 没走多远就发现了许多长得跟蘑菇式的奇特建筑 卡特突然发现了一个穿白衣服的外星人 超萌的外星人脸上还涂着白色的东西 这家伙笑嘻嘻一个劲盯着他们看 弄得SG1团队满脸尴尬 欧尼尔本来还用望远镜偷描 结果外星人也学着他做出望远镜的形状 杰克逊为了搞好关系还特地举手示好 对着那家伙用英语说了声你好 结果外星人转身就朝营地跑去 就在外星人跑回营地之后 又有一群穿的一样的外星人从屋里蹦跶出来 欧尼尔他们在远处观察了一会儿 感觉这些家伙没恶意 就悄悄靠近了他们的聚集地 结果外星人把他们围个水泄补通 杰克逊伸手打招呼 这帮外星人也跟着模仿 杰克逊试图自我介绍 这些家伙也跟着动动嘴 就是不出声 杰克逊发现他们不会说话 于是他笑了笑 外星人也跟着笑 就在SG1团队觉得外星人挺友好的时候 这是一个胆大的外星人居然顺走了杰克逊的匕首 卡特上前想要回匕首 结果杰克逊一打喷嚏把外星人吓了一大跳 卡特的手还小伤了一下 杰克逊想用文字跟外星人沟通 他画了一些原始的象形文字 结果这帮外星人一头雾水 还在杰克逊脸上涂了白色的东西 杰克逊这才发现原来这就是外星人的衣服 这些涂装干了以后 就变成一层紧贴皮肤的防护膜 杰克逊想找到他们刚刚失联的无人机 嘴里还嗡嗡嗡地模仿无人机的声音 同时摆出飞机壮大劲劲的笔划 可外星人就是没反应 杰克逊还以为人家不懂呢 结果刚刚走出房间 就看到外星人抬来一台坏掉的无人机 这下杰克逊兴奋了 至少证明他的沟通还是有成效嘛 外星人不小心弄了一些机油到手上 他们对着黑乎乎的东西好奇极了 就在这时杰克逊打了个喷嚏 结果一个外星人扑通一声倒地 卡特赶紧检查晕倒的外星人 但什么原因也找不出来 四个人正一脸猛逼的时候 这些外星人突然聚在一起仰头唱起了高歌 杰克逊觉得这些外星人可能像古非洲人那样 相信音乐和歌声有治愈的力量 可就在唱歌期间又有外星人昏倒 就像病毒传播一样 越来越多的人倒下 意识到问题严重立马呼叫地球基地求远 医疗队穿着防护服来到星球上 检查发现SG1身体并没异常 杰克逊怀疑是自己打喷嚏的关系 提拉克说对方刚碰过机油 卡特说自己刚刚流了一些鲜血 只有无辜的欧尼尔啥也没有干 为了找出病毒的源头 只好把外星人带回地球深入检查 临走前医生让他们去别的村子看看 如果那里也有昏迷的外星人 那就证明不是地球人带来的灾难 欧尼尔去其他村落的路上头痛的厉害 但他没当回事和提拉克继续走 留在原地的杰克逊发现了诡异的现象 地下的蘑菇能伸出根筋 见到他来之后就缩回地下 杰克逊以为这是外星人的魔术 但因为语言不通也问不清楚 这时欧尼尔回来了 说别的村子也有昏倒的外星人 地球医生详细检查外星人 发现他们体内有与人类不同的器官 尽管人类科技发达 但对这种病却没有一点办法 与此同时 欧尼尔和杰克逊都出现了头疼症状 情绪也变得暴躁 他们俩开启了护对模式 好在外星人笑嘻嘻走了过来 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情绪失控 两人决定回地球深入检查一番 让提拉克留下继续观察 他们回到地球后 头疼和暴躁的感觉都消失了 医生检查也没发现他们身体有啥异常 提拉克在星球上发现诡异的一幕 他挖开地下才发现 这些蘑菇的根筋都是相连的 上面还有绿色的粘液 提拉克正想继续挖掘 突然空气中传来奇怪的声音 他听到后头疼的倒在地上 地球上的那个外星人情况更糟 心跳紊乱 生命危在旦夕 但医生依然没有找到治疗方法 杰克逊在查看星球拍摄的视频时 偶然发现了细小的噪音 卡特对声音进行了放大处理 发现声音让所有人都感到不适 看来这就是欧尼尔两人头疼的原因 这时新门突然开启 虚弱的提拉克挣扎着回到了地球 他告诉大家自己的发现 杰克逊听完后毛色大开 立马回放无人机的探测画面 发现大蘑菇是被无人机撞倒的 他们对比撞倒前后的情况 发现了不同的声波 看来是无人机撞倒蘑菇引起的变化 医生怀疑外星人需要在特定的声音环境下才能生存 杰克逊复制了蘑菇被撞击前的声波 然后播放给奄奄一息的外星人听 没想到外星人听到这声音后迅速痊愈 SG1带着一个巨大的信号放射器 来到星球发射这种声波 接着他们躲到远处进行观察 不久后所有昏迷的人都苏醒了 为了庆祝逃过一劫外星人围在一起高歌 紧接着大量蘑菇也从地下钻了出来 原来这些蘑菇和外星人存在着共生关系 失去彼此之后都无法继续生存 SG1差点就毁掉了这个神奇的外星文明